郭台铭血汉工厂研究18-1,现在进行是 2018报告指出亚马逊任由富士康压榨派遣工人 收益建立在恶劣环境下超时工作 6月11,2019,许多台湾人以为郭台铭血汉工厂只有过去的跳楼 但其实是现在进行是 中国劳工观察去年在衡阳发现富士康压榨派遣工人 其收益是建立在处于恶劣的环境下超时工作 但为了生计而别无他法的工人身上,是典型的压迫者 这份报告出自2018年6月10日的中国劳工观察 衡阳富士康工厂调查报告,现在有类似情形的可能性也极大 这个报告与我以前看过的学术论文有许多差异 首先是图文并茂,我没想到富士康的工厂环境竟然如此差 由于这又是2018年热腾腾的报告,在中美贸易战越演越烈的此时 可以猜测,由于美国制裁华为加上苹果iPhone销量不佳 订单减少双重夹击下,其他的富士康也该也有类似情况 报告中指出,为了减少劳动成本的支出,衡阳富士康竟然有40%的派遣员工 在富士康订单减少时,派遣员工就经常放长达一两个月的无薪假 很多派遣员工因此离职,然后富士康根本就不必负担正式员工的人事成本 而在加班的时候,派遣员工与正式员工的差异是,加班工资,正式工,工作日加班工资按1.5倍计算,休息日加班工资按2倍计算,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按3倍计算,派遣工工作日,休息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仍按14.5元,10计算,工作半年以上的按15元,10计算,扣除全请奖的按13.5元,10计算 派遣工在富士康除了加班费差异外,也属于被用过急丢的即可抛员工 第19页,工厂在2018年4月25日起至5月底给近800工人放假,其中放假的派遣工人数近700人,占总放假人数的87.5% 据工有反映,2017年富士康第二创业员有近8000人,2018年1月11号至2018年2月26号工厂给近3000人放假,其中90%以上是劳务派遣工 放假的派遣工没有工资,得不到经济补偿,大多选择离职,除了职位没有保障也没有资遣费以外,派遣工没有无险一金 正式员工反倒因为要缴纳相关社保而要扣更多钱,在没有加班的淡季情况下,正式工的工资约2000至2500元 月,派遣工的工资约2000至3000元,月,正式工月平均工资扣除社保等之后实际领取约2000元,派遣工月平均工资约2500元没有社保 然而,即使正式员工有社保,受访的一名正式工表示,在工厂工作已有一年,开始上班的第一个月工厂就从工资扣除了社保费 但至今为止尚未收到社保卡,每次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都是自己付费的 在环境方面,入职培训的时候介绍工厂福利设施,有提到工厂开放图书馆给工人使用,但调查人员和其他工人都没有见过图书馆 在这个数千人规模的工厂中,没有最基本的医疗设施,也没有医务室 第43页,对于富士康滥用派遣员工的情况,当然是违法的 一,根据2014年劳务派遣战型规定第三条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 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只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岗位,卧底调查员观察薪资条发现有许多派遣员工工作超过6个月 二,根据2014年劳务派遣战型规定第四条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 卧底调查员观察薪资条发现派遣员工占比为40%该报告因此批评,从2017年8月起至2018年4月,中国劳工观察派出多名调查员到衡阳富士康的工厂进行调查,该工厂主要生亚亚马逊的产品 此外,派遣工在病假期间无工资,还经常面临在工厂但即被强制放假的情况,放假期间也没有工资,派遣工也没有得到任何一种社保或者住房工基金 根据劳务派遣战刑规定,雇主需为派遣工缴纳社会保险费和办理社会保险相关手续,虽然正是工与派遣工的工作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所有的工人都面对低工资和过长的工作时间 工人在旺季加班超过80个小时,还曾经有工人连续上班14天,衡阳市居民的工资平均是每月4647元,但工厂工人的工资平均每月约2000至3000元 地心让工人不得不依靠加班来维持生活 尽管如此,工厂却用减少工人加班时间的举动作为工人请假或矿工的惩罚,工厂内的其他主要问题包括宿舍区的消防安全防备不足,缺乏足够的劳保用品,工厂缺乏有效的工会,使工人遭受语言暴力的严厉管理层 工厂超规模使用派遣工人,以降低劳动成本,同时,因为在形式上劳务派遣公司承担与工人的合同责任,使得工厂可以推卸其在劳动场所直接侵犯劳工权益的责任 亚马逊不仅有能力确保其供应商尊重工人的权利,还可以确保工人的同工同酬,但亚马逊没有做到,任其供应商压榨工人,悄悄获利 其收益是建立在处于恶劣的环境下超时工作,但为了生计而别无他法的工人身上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亚马逊与富士康是迫害劳工权利的共犯 本文最后介绍报告中的照片,可以看出富士康的一些环境已经到了恶心的地步 我看到郭台铭退休前大放送,鸿海全体加薪平均调幅7%的报道,真的觉得郭台铭一方面在台湾装得很大方 另一方面却在中国迫害农民工,完全不把农民工当人,而中国共产党竟然也放任 美国企业则是任其供应商压榨工人,悄悄获利 这份报告揭露的事实重现了马克思当年看见工人人权低落的恶劣情况 更荒谬的是,这样欺凌为了生计而别无他法的工人的三方共犯 竟然是资本主义的美国企业,共产主义的中国政府,血汗工厂的台商郭台铭 这三方把劳工人权通杀,真是莫大的讽刺,下一篇再来谈调查员日记49页以下 Blackjack 2019年6月11日 工厂基本资讯厂名,富士康蔡伦科技员 2,工厂全名,富士康科技集团衡阳厂区蔡伦科技员 2,工商注册名称,衡阳领航科技有限公司位置,电话,联系人 湖南省衡阳市白沙州工业园第二创业园186亿7473万235彭先生 UDN,产经,科技产业,郭台铭退休前大放送,鸿海全体加薪平均调幅7%,2019年6月11日11点05分联合报 记者吴凯中及时报道,有网友在PTT上爆料,已听说鸿海要加薪了